所以我從那裡去看南龍先生 我知道我的那段時間的心情是什麼心情 有沒有在意世人的眼光 我在意 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以後會封為烈士 以後會被封為殉道者 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命都不要 還會要這些嗎 那些都叫死脈之物 有沒有對於來自於強權的恨意呢 最起碼我自己在當時在反省我自己的時候 我發現到其實沒有 我有種很深的悲痛可是沒有恨意 那個悲痛就是來自於剛才的 李喬仙所說的那個心情 看到了強權的暴恨 罰惡 看到了群眾的軟弱 輻住 或者是像溫水這個青蛙 毫無自覺 順著於讚嘆眼前的生活形狀 於是你會看到沒有別的路可走 確實所有的路有可能可以 讓自己免於走這條路的路 好像都被封死了 在那個情況下到最後一覺得說 就這樣子孤注一指 孤注一指做什麼呢 不是死給人家看 有什麼好事給人家看 強權會為你掉眼淚嗎 也許他搞不好把你當作的路障 終於被剷除了 他沒有槍斃你你自己死那樣是更好 對不對 所以那個意義不在於此 而在於他可以敲動群眾的心 他可以敲動群眾的心 所以我知道他可以敲動群眾的心 另外他可以讓強權者多多少少 讓強權者喪膽 因為假使他用來駕馭群眾的 控制群眾對死亡本能的恐懼那種心理 竟然有了一個缺口 其實他會很擔心 會不會有其他的缺口 有一個人不怕死 他就不可能 強權就不可能用 讓你死亡來控制你 有一個人不怕痛 強權就不可能用讓你痛苦來控制你 那一個人不打緊 不是會不會變成一群人 而那群人要如何產生 老實說 如果沒有典範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認為 這個群眾先生 在七十一天的自求之中 並非在全然情緒亢奮的情況下 去做決定的 其實應該有很冷靜的心 那個熱情澎湃之中 其實有很冷靜的心 自己的生命要奮力一搏 這種事情其實何必拿來開玩笑 最起碼要精算一下這樣做值不值得 好 要精算過自己這樣做值不值得 我認為男生先生有寫過 一方面要讓強權喪誕 一方面要讓更多的民眾 被他的六五分身震撼 然後被喚醒 是這個意義非常的重大 也就是說簡單來說 要引發群眾更強大的能力 這個能量被引發來做什麼呢 要抗拒強權 要爭取他的價值信念之所在的那個內容 所以我認為楊榮先生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認為那些西藏的僧侶們 他們這樣做其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認為在江沙革命中 犧牲的那些緬甸的僧侶跟民眾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不會僥倖地想不發生危險 而是已經準備了 用他的生命分裂的 而生命不是草戒 每一個人最保愛的是自己的生命 所以當然要算算看這樣做值不值得 就楊榮先生來說認為這樣是值得的 那麼我們到了今天這個世界音源 連一個王家盯著戶都用來那麼多人 我們有沒有看到即使那麼多群眾在那裡 強權依然是很可怕的 他毫不手軟全部給你盯著戶拔下來的 那麼我們就回想 在南龍先生那個年頭 有Facebook跟Twitter會有可能一下子 湧來這麼大量的群眾來跟警察看的嗎 會有像現在那麼樣 克制自己執行公權力的警察嗎 所以當南龍先生過關的時候 他決定要讓自己的生命 此生發揮最大的價值 最大效力 因此為了他的價值信念 他選擇一個悲壯的方式 那就是裂火焚身 裂火焚身的意義跟其他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火都不知道還是在哪裏去的 為什麼不燒炭自身 對不對 為什麼不用其他的方式 那個都不足以 那個都只證明他可以自殺 可是不足以證明他為某種價值信念 也就是說要死也可以有種 其他的方式讓自己死得比較舒服一點 對吧 而令我焚身其實是很痛的 他用最痛的方式 可是那個最痛的方式也是最震撼的方式 其實他心裡基本上把他自己的生命當教材 他要教育的是我們台灣的民眾 當然他也要教育台灣政權高湯能力 民不畏死 我奈何以死拒之 而我認為 無論是越南的僧侶 女人的僧侶 西方的僧侶還是南龍先生 他們選擇 抱歉 他們選擇 威威 是裡面 威威威 可以嗎 那我就這樣講 他們選擇略我人生 其實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是很仁慈的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仁慈的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這個所謂的人慈 他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可是沒有很大的怨恨 我跟大家講這兩者的區別在哪裡 當一個人的怨恨夠深的時候 他要走的那個不是名不畏死 那一刻以死拒之 而是食而和傷與己辱邪亡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一起死 對吧 我要跟你一起死 我為什麼要自己死 所以有一些中國大陸的選擇 我跟他們談到這個西藏的生理的時候 都告訴他們說 我要是北京政府 我會對西藏非常的感動 為什麼 你看他們能夠做出最激烈的事情 就是自焚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藏獨 那個僵獨同樣是 這個搞毒力運動 那個僵獨那些人 他有時候會給你怎麼樣 綁著那個自殺炸彈 去炸你的那個工夫汽車 跟你們一起死啊 而且跟誰一起死 他不是跟那個政權的那個 執政者一起死 他是跟無辜百姓一起死 911不就是這樣嗎 這個世界有一群殺手 他不知道透過怎麼樣的一種訓練 同樣突破了一種 對自己死亡的恐懼 同樣自認為他為了某個價值信念可以死亡 但是他是對著怨跟恨的 而且他的怨跟恨不只是對執政者 對敵國的那些軍警人員 他是對無辜百姓 因為敵國的執政者跟軍警人員 是被保護很好靠不進去的 所以他會認為我死了 我要找其他人來陪葬 那找誰呢 當然是找無辜民眾 因為這些無辜民眾 才有可能被他們抓到 逮到機會 董災即死 所以我跟他們講 我說其實你們要非常珍惜 這些西藏人員 他們學佛以後 再怎麼激烈都有一個頂線 這些就是只敢犧牲自己 還沒有想到要殺害別人 你們有很幸運的是 你們有那麼仁慈 那麼有節制性的反對勢力 這是你們的福氣 你要珍惜 那因此呢 最後啊 我除了剛才講到的幾點 就是經過理智的精算 引發群眾的能量 有價值信念 認為價值信念 足以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第三個是悲心 希望能夠敲醒強權的夢 敲醒民眾的愚癌愚痴